我知道我们非常享受今天早上,但是我们已经来到今天最后一节的专题讨论。 一切都是关于在新科技时代的际遇与风险。 我们的讲者嘉宾会分享他们这节的科技转化旅程, 包括里面有什么在早期的人工智能业务里面把握增长的际遇。 他们也会分享这一切对传统投资策略的影响, 还有在整个转型过程里面人的判断有什么角色, 也许他们也会利用ChatsGPT。 我们今天的主持人是张亮, 香港金融管理局外汇基金投资办公室首席策略官。 嘉宾包括豪家坑,银湖投资集团董事长兼管理合伙人Darvin J. Parek, Inside Partners管理合伙人David Segal, Two Sigma,联合主席兼联合创办人Hermontanesia, General Catalyst,行政总裁兼董事总经理。 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 非常感谢,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在这个环节就不再谈房地产了。 欢迎我们四位尊贵的专题嘉宾来到台上。 今天我们会讨论的是关乎科技。 当我们想到科技呢, 现在当然想到的就是人工智能啊, 还有那些很炫的那些词语, 但是科技呢, 一直都在改变人类已经有牵连绿色了, 包括火, 还有那些的蒸汽引擎, 还有中间的许多发明。 今天, 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我们讨论的焦点。 我们今天有非常多有亲身经验的嘉宾, 他们在科技的演变趣事里面都有第一手的经验。 Ken, 好, 先生, 你管理的是营活, 就是大型的一些投资者, 还有买断的很多活动。 我想你已经看过科技很多不同浪潮, 能否告诉我们更多的背景吗? 现在人工智能的浪潮跟其他的浪潮, 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很乐意。 Eddie, 我知道我们只需要再讲四次, 就已经讲完了。 但是谢谢你的邀请, 非常高兴首次来到这边分享。 如果谈到我的话, 我在科技方面已经投资30年了, 我就不从火车谈起。 但是呢, 我相信有一个轨迹, 当我开始业务的时候, 那就是谈到那些个人电脑, 家居电脑。 后来就改变了, 我们看见有很多的创新, 从客户伺服器, 然后就有互联网建筑, 云端计算, 流动性, 这一天呢, 都是一层跌上一层, 然后造成另一个巨大的趋势。 显而易见的就是, 昨天, 今天我们大家都谈到的主题, 就是人工智能, 而且是很合理的。 人工智能云计算, 他们都是非常紧密的软身, 这肯定是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浪潮, 谈到他们的规模速度还有影响力。 我并不是说所有投进人工智能的资金都是一个好的投资,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 在银湖, 我们认为这个趋势是很有威力, 也可持续, 但是波动很大。 人工智能方面, 我觉得每一个董事会, 每一个管理层, 我想每一个投资, 投资委员会都在思考, 到底人工智能是一个逆势还是一个顺势呢? 我们一直进入私人股票市场, 我们是个大规模的私人股票公司, 因为有这么多的市场波动线, 我们的策略就是要集中在少数大规模的投资, 可能就是要上11元的资金, 我们也有一个210元的基金, 我们会审慎的投资, 确保我们可以保存资本, 并且去进行好的投资。 我们就把我们的焦点收窄到人工智能上, 只看两个范畴。 第一个就是那些极巨大的科技基建, 人工智能是一个极巨大的一个更新循环, 特别在硬件与数据中心方面。 我们要投资在两个数据中心, 一个叫Vantage, 另外一个是奥连球的公司, 是G42的, 我们正开始了我们大型数据中心的建造。 其中的关键就是, 人人都在谈那些数据中心, 昨天在那个私募股权的主题之下, 我们知道这些的主题一直在增长, 但是会很不动, 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要花在最重要的那些超架构上。 我想这是最专业的一个做法, 有最高的透明度, 知道他们想要做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这Vantage G42, 看他们的路线图与他们一起商讨, 而且看他们有没有很深的投入, 很高的可见性, 让我们的数据中心能够获得利润。 另一个数据中心的客户或是其他超大型的规模, 我们是一家很专门的公司, 这是我们非常强烈的一个相信。 另外我们也会花很多时间去思考的就是软件。 你知道我先前也有很多就是最基础的升级循环, 我们会有一个升级的路径, 让他们能提供人工智能的服务, 为企业客户提供那个智能服务, 他们都认为这是未来的路向, 提高增长率,提供利润率。 但是在一个正在互利的公司, 就是打造一个根基是很重要的, 即便要花更多的时间, 但是我们也可以打造到一个人工智能所付权的, 获利的框架。 这看起来并不是很凉厉。 我们没有做一些很早期的赌注, 其他很有才华的同事们, 他们专注到可能就是那些垫覆性的下一代企业。 但是我们专注的确实是一些有很强的基本面, 而且可以带来更快的增长, 是在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带来更好的利润, 非常实际的做法, 而且非常专注, 或是遵守投资的规律。 你们会看那个利润率还有一个可预期的回报。 Hammett, 你肯定是那些早期投资者, 好像Ken所说的, 就是那些高风险投资, 而且会进入一些大家根本没有认知的范畴。 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你怎么看人工智能投资, 你如何管理这些不可见的风险? 我觉得整个人工智能的进程呢, 就是所有一些新的模型, 我们看到比如说有开放来源的, 还有open source, closed source等等, 我们都是想到人工智能的时候就想到这些。 那么中间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社会里面, 我们工作的方式可能透过这一些, 模式我们就会改变了。 首先我们需要的就是除了你是假设, 这一些的基本的东西都是在全球都是一样, 你需要建立一些小的模型, 就是你所需要改革的这个行业里面, 一些小的模型逐步逐步的建立起来, 那么AI是可以帮助你, 比如说在工业界或者是在传媒界等等都是不同的。 那我们首先要看一看, 首先我们如何使用一些的数据, 然后慢慢建立起一些小模型, 逐步的建立起来, 然后我们就想如何把它变成一些大的企业, 那么首先你就不能够单单拿这些的模型, 然后放在一些的数据中心, 然后把它变成有用。 其实所有的这些公司, 他们过去几年, 他们都是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很多不同的模型, 但是他们不能够大规模的使用或者是应用它们, 因为你是有这一些的数据库, 然后拿着一些的模型, 然后放进它的大数据库里面, 然后把它转换成为能够应用的一些模型。 好了, 现在我们有小的模型, 然后有大的模型, 然后有数据中心, 你就要想象一下你的这个工作流程将会怎么样的, 比如说是数码化的, 然后你有人, 也有人工智能, 那人可能有一些工作被取替, 他可能需要做另外的一些工作, 而人工智能就做另外的一些工作, 所以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数字的这个agent应该是开飞机的人, 还是副机师呢? 我们需要知道谁是主导的, 就是说。 然后我们就想到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带进大企业里面, 然后你的这个企业将会变成怎么样呢? 比如说它会如何影响这个企业的文化呢? 等等, 就都一步一步的我们都需要做的。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整个生成式的智能, 我们做了很多, 那么很多人都问我们,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有了这个ChatGDP之后, 我们就说, 你呢就是有给我们你的数据, 然后我们就能够在你的数据的基础上面, 建立一个小模型给你, 然后呢你们就可以呢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可以帮助你的业务。 我们就, 这个是去年, 就是这二十个月之前, 我们跟这个公司合作, 我们就拿到他们的数据, 然后呢他们是关于一些的公共医疗的, 那么我们呢就是把它建立起来, 我们就用了一个应用的一个个案给他们, 那是给, 就是好像一个人工智能的护士一样, 那在美国呢护士呢就是90元一个小时, 就是打电话询问的话呢, 比如说昨天你有没有吃药啊, 或者是现在的健康情况怎么样啊, 等等就是90美元一个小时, 那么但是如果呢, 他们呢就是主要呢就是要尽快的听完这个电话, 然后很快的再听下一个, 所以呢提高他们的效率, 但是呢服务的素质并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有了这一个用AI来做的护士之后呢, 它的成本呢就是9个每鲜一个小时, 我们就能够那就是给回这个大概90多, 90元那就给就是这个行业, 那么这些人工智能的护士, 他不会做任何的价值判断, 他是永远跟你谈话, 永远都是心情非常好的, 然后呢就是建造了他跟病人之间很好的互信任的一个关系, 那么最重要的决定呢就是你要相信这一个的AI的护士, 你必须要有信心, 然后你要决定谁是主主导的, 谁是副的机师, 谁是主的正机师, 比如说我们有了所有的数据, 我们就能够培养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的人工智能护士, 但是谁是主导呢, 你还需要人吗, 比如说这个人的真人的护士, 他可能需要是这些的AI护士上面的一些的主管管工, 那么看着他们的服务等等, 所以呢, 我们就是从美国缺乏护士的情况, 现在呢变成透过科技变成了有很多护士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比如说是否能够就是透过这些人工智能的护士可以每天打电话给一些独具的长者, 然后跟他们聊天, 然后确保他们有吃药啊等等, 所以呢, 这个影响呢将会长远, 非常深远的, 但是我们需要想一想我们谁做主导, 没错, 非常有意思, 我也听到另外一个故事, 大概一年前有些人在英国做了一个调查, 他们有真人的医生, 也有人工智能的医生, 然后呢选择了一群的病人, 然后呢就是医生就是透过讯息跟病人聊天, 然后AI的医生也跟他们聊天, 经过几个月之后呢, 病人就会填写一个问卷, 你是否知道谁是真人医生, 谁是AI医生呢, 大部分的人呢都不能够分辨, 或者是能分辨,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问他们病人, 那你喜欢真人病医生还是AI医生呢, 超过一半的病人说, 我喜欢AI医生, 因为他们比较有同理心, 而且他们呢不会跟你就是争论, 他们呢就是更有同理心, 我更愿意跟这个人工智能的医生聊天, 那刚才你谈到人工智能如何会影响我们不同的行业, 那David我就想问一下您, 你是很长的时间非常有经验, 就是用大数据来去管理你的这一个的对冲基金的业务, 然后也决定你的一些投资的项目, 那么你觉得人工智能是如何影响在投资方面影响你们呢, AI会不会变成是个副机师, 或者是终有一天他可能变成了正机师呢, 就是开车的人呢, 你看看我们台上的几位, 我们都是穿深色的西装, 然后呢, 然后蓝色的这个衬衫呢, 就是带蓝色的颈带, 然后呢, 白色的就有红色的这个颈带, 好, 对, 有些人没有带领带, 就是科技的人不系领带的, 好, 那我开始说一下, 我首先要承认的就是我有一个博士学位是在MIT, 那个是1971年的时候得到的博士学位, 那么其实大部分呢, 我的事业生涯当中我都是在考量关于人工智能的事情, 但是呢, 我还是感到非常的迷惑的, 第一, 因为人们用AI这个词, 他们所指的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概念, 他们其实不知道什么是人工智能非常具体的, 比如说两个大的类别, 有一类的AI是用来做一些预测的, 另外一类的AI就是可以, 我们叫做生成师的AI, 那就是可以叫做AlphaFold里面, 比如说它呢, 就是跟其他的AI, 比如说刚才您所说的AI就很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下, 当我们说AI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很宽的一个概念, 你要问多一点具体的问题, 比如说你所指的AI是怎么样的科技呢, 你说的是什么呢, 我为什么要开始这样说呢, 因为25年来我们都是用数据来去用不同的运算的方式来去决定我们的投资, 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很多这个是否人工智能做的决定啊, 或者是这个是不是人所做的决定啊, 我们只是用最好的运算的方式来去做我们的投资决定, 我们就是找到最好的运算的方式来去做最好的投资的配置, 所以呢, 当我看今天所说的人工智能这个词的时候, 我的结论呢, 就是大部分呢, 对很多人来说这个可能是一个想闹, 就是提醒他们了, 这一些的AI大数据运算是非常强而有力的, 可能比我们想象更强而有力, 而现在呢, 人们都开始去找如何能够更有效的运用这一些的AI在他们的业务上面, 我觉得这是对的, 但是我看到这些所有的这种的进展, 它变成好像一个的一窝蜂的去进来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呢, 有些人呢, 就是其实有些人应该想清楚你如何能够更善用数据和电脑来去做你们业务上面的决定, 可是呢, 这里呢, 是有很多人所说AI的时候呢, 他们可能不是真的, 所说的可能是, 有些是低估了某一些AI的能力, 有一些可能是高估了AI的能力, 总的来说呢, 这是一个趋势, 大家都在谈, 但是其实它是非常复杂的科技, 不是每一个人谈到AI的时候呢, 都清楚知道他们所说的是什么, 它是复杂的一些的电脑的系统, 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深入的认识, 才能够非常现实的能够知道, 比如说AI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它是否能够帮助你解决困难, 我举一个例子, 在可预测人工智能的这个范畴里面, 比方说就是用它来预测天气, 预测一个股票的价格, 这是很合理呀, 不管它是否可预测, 其实我们都觉得那些天气啊, 股价啊都是可预测的, 但是呢, 从我的看法, 大家想用人工智能去预测一些根本, 不可预测的事情, 所以不管你用什么科技, 你永远都不可能可以如此的预测的, 我不介绍例子, 但是在花时间太多了, 你知道这不是一切的解决方法, 今天的人工智能会为人赚一些的钱, 解决很多问题, 但是这是不会把我们的, 就是不会把社会的一切问题解决的, 所以在你的眼中没有这个万灵丹什么, 对, 我经常都被问到, 有其中一个重点就是, 人工智能都是一个很热门的词, 很多人都问我说, 会不会有人工智能的回报, 让大家的回报都有, 就是都有可回报, 但是有个附助, 每一个董事局, 每一个经理都投资在人工智能, 应该是最高或是首两名的投资项目, 你知道吗, 你是可以很容易就合理化, 因为它是很基本的一切, 是你可以把所有的成本的减少都用AI, 你可以用一切的, 就是你所要做的一切的问题, 都说用AI来做, 看起来大家都觉得那个人工智能大有可为, 以及吸引人更多的投资, 我想这应该是你来插话的时候, 你是一个在增长阶段的投资者, 你经常都要平和那些概率, 增长率等等的事情, 谈到人工智能的投资与发展, 刚才Khan也问了相同的问题, 但是你会如何平衡创新与潜在的一种反应式的投资呢, 而不是要侵害投资者或是其他人的利益, 这些事情非常的复杂, 不是每个人都真正明白, 是的, 我们在一个投资会议是吗, 那我开始的时候要讲的就是, 你知道你可以对客界有一个牛市的看法, 但是呢觉得那个投资的气候并不适合立马做出投资, 我们觉得那个价格已经过度被抬高了, 如果现在你就投资, 好像他们说的, 你知道已经有多个一家公司来靠AI来赚钱, 那是AVIDIA, 其他呢只是纸上谈兵, 我用个比喻吧, 1999年互联网有很多的公司, 好像eToy, 他们都在预测互联网的规模, 但是互联网的规模是大到一个地步, 这些公司都不成功, 15年之后有更多的公司, 1999年的时候根本不存在, 但是今天他们的市场资本已经上万一, 要不是一个长远的市场, 要不它就完全不是, 相信在座的统一它是长远的, 所以你不需要今天就投资, 仍然可以取得很可观的回报, 那我们对市场是怎么看的呢, 我们并不会把市场来分拆, 应该这么说吧, 我们把它分成五个项目, 第一个就是基建, 好像Ways and Biances, Hugging Vays那些的公司, 然后就有开放式人工智能这一类的公司, 然后就是应用程式, 我们把应用程式再细分, 第一, 我们说把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我稍后再补充第二类, 就是人工智能所需的应用程式, 是为那些图植的操作所做的, 这我先看着说的第三类, 就让我说的与Canda会连起来, 就是让人工智能去赋能他们自己的公司, 如果你看我们在这些项目里面的观点, 在基建的那一层挑战, 就是当我们去到LOM, 那个市场就已经兼顾了, 所以客户的数目, 如果他们是供应基建的, 但那个数字非常有限, 那在该市场就很有挑战, 来到LOM, 我们没有投资在LOM, 因为现在它看起来并不理想, 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很大的商品化风险, 现在有一届公司有极大的规模与利润, 每一个星期你都可以看见有新的更新, 有新的模型, 那个新模型带来的影响, 还有一些的开放型人工智能等等, 那最后在经济的模型里面, 在一个资本集中的市场会如何操作呢, 其实不明确, 第三就是以不可能变为可能, 好像一个叫ProFluent, 它也是集中在这一些的领域, 你就是说有一些东西是过去做不了的, 我们认为过去你做不了的事情, 其实是比一些已经存在的东西更有潜力, 其实是有上千万需要用AI辅助的模型被打造出来, 在不同的市场中, 最近我们看见去年最少有20家的公司, 是今年你不会投资的, 因为有新模型的开放式, 人工智能已经更靠近他们的能力, 你必须要找一些的东西, 是你真的拥有一个真实的数据版, 或是客户版, 而不是软件版, 先前勘奖的就超级重要, 在我的投资组合, 我们有一家叫Century Ridge的公司, 他们就是软件的那个业读器供应商, 可以帮助那些自闭症的朋友, 更多的人已经断证自闭症的人群, 有些人过去就是没有被断证, 或是太晚断证, 他们希望把人工智能加入他们现有的产品中, 他们在那些自闭症的诊所, 已经有很多的数据, 有病人的数据, 这是一个新的初创公司, 他们说我们要打造一个人工智能的自闭症的软件模式, 因为已经有客户的模型, 也有数据, 你看那些人开公司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客户, 但是你知道他们总是很创新的, 希望好像我们这些朋友会做的, 就是跟那些的组合公司好好合作, 确保他们在这个范畴有所创新, 那是数据模型吗, 医疗数据模型吗, 这些是关键所在, 有上百家的公司, 他们是根本没有模型的, 你肯定会在未来两到三年, 看见这个范畴会有很多被卖出的案例, 当你知道责任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定义, 我选两个吧, 第一个呢, 就是我举个例子吧, 在我们的组合里面, 有一家叫SaaS AI的公司, 是为银行去批出信贷的, 实际就是当我们要批出信贷的时候, 我们的债务官员其实有一个很高的骗见风险, 他们看你的照片, 看你的名字, 然后有各种各样已有的骗见, 根本还没有到批出信贷的一步, 可是一台电脑, 只要你能解释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的话, 那电脑就更不容易有骗见, 因此SaaS AI, 就连规管者都非常希望银行用这一类的软件, 因为他们就能解释为什么要拒绝看先前他在香港买的那个五一大载的那个接待, 安戒接待。 在这些人工智能的应用里面, 如果我们要做的决定是一些人的决定, 我们就需要好好解释。 私营也是另一个案例, Internet这一家公司, 他们的焦点是专注在工人安全, 他们用视觉科技来监测, 人工智能在工地上到底在做什么, 如果有问题它才会被启动。 在现在的系统就是一个视频去追踪工人一整日, 他会录下来并进行监测, 那你会选哪一个呢? 旧的还是新的? 就是随随有人监测你的, 还是只要有事故发生的时候才开始监测你? 大部分的时间很多时候会谈到问责性, 好像那些无人驾驶的汽车, 如果有人被车撞了, 如果它是无人驾驶的话, 那就是很大的一件事。 你知道在纽约时报已经有这样的头条, 但是每年已经有数以千万的人都被车撞死, 但是其中超过70%的都是因为人不小心驾驶, 但是没有人在谈论这个议题。 当然责任是很重要的, 你肯定是要平衡什么是科技可以带来决策的良好影响。 谢谢,这是需要很多的深入的思考, 它不单单是关于科技或者是金融, 它也关于科技跟人类如何互动。 我们我知道大多数的人常常都会想到作为投资者, 好像Ken刚才说的, 你就不会单独地想这个是否AI的决定或是什么。 但是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建议, 就是你觉得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 当人们决定投资在AI的时候, 他们应该考虑的是什么因素呢? 你说投资在公司吗? AI的科技的公司吗? 是, 我觉得 我们谈到AI的时候, 它是有一些很大的制度性的影响到, 比如说谈到公共医疗, 有一些创造一些很高效的系统, 那就会减低一些的工种或者是工作, 但是有一些可能是制造更多的工具, 就能够制造更多的工作的机会。 那作为投资者, 如果你是投资在这个板块里面, 你要有系统化的去思考一下, 你觉得比如说30年之后, 这个道路将会看起来是怎么样? 如果你投资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能够有成果的话, 这个系统是否都能够共融的? 是否能够有更多的人, 比如说在美国的城市都能够有更多的人就业? 是否如果我们把AI用电话来去诊证的时候, 医生可能可以集中做其他的事情, 那也可能换过来, 这个城市里面就变成更多人失业了。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我们却有很多的地区, 我们不够人手去照顾我们的长者跟小孩, 所以我们也可以帮助这一些的情况, 能够透过AI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想一想, 这个是否对于社会有利? 我们要投资的时候, 我们要想着用AI来去发展的系统, 它将会对我们的社会带来怎么样影响, 是否长期可持续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回答你的问题呢, 就是首先, 如果你要投资在AI的企业里面的时候, 你要非常小心, 因为不容易的。 其他的讲者之前也曾经提过了, 我们已经到了一点就是, 这个的估价是非常的高, 那么如果你投资在这个AI的板块, 或者是大规模的AI板块的时候呢, 可能在今天来说, 你可能是需要等一段长的时间了, 它可能很短时间有回报, 所以我觉得最容易的方法呢, 就是你要尝试呢, 就是在最大的, 四到五个最大的一些AI公司, 或企业上面来去利用它们, 因为它们有不同的跑道, 它们是可以比较容易的, 让一些投资者可以获利的, 如果你是就是投资在这些大规模的一些的AI公司里面。 另外呢, 当然相信就是专家的意见, 不要投资在一家的AI的企业, 可能你需要多元化, 需要在你的投资设置当中, 有很多不同的分散的投资, 在不同的AI公司当中。 我就会这样补充, 我觉得到最后的时候, 大部分我们所在从AI所赚来的利润呢, 都可能不是透过AI公司来赚取的, 可能就是又透过阿玛逊呢, 或者是其他的公司, 比较传统的一些业务的公司来去得到利润的, 因为这些科技能够让这些公司更高效的运作, 而且能够让某一些的业务更加可以扩大规模。 所以我自己是这样想的, AI是一些的基建的, 一些的能够加大我们基建的能力。 但是最终呢, 我们也需要找到就是你哪里才有真正的发展机会。 那我会谈多一点关于就是应用科技的一些的企业。 首先你要问, 你就是在没有AI的世界里面, 你的竞争的优势在哪里? 如果他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呢, 那就是问题了。 好, 我有一个问题, 那是问David的。 你是有一个家族的基金的, 我知道。 那是集中在把科技去更好的去重塑社会。 能否告诉我们这个基金的愿景这样说是什么的意思呢? 那你们觉得科技跟社会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谢谢。 没错, 我们是有一个家族基金的那一个的愿景的一句的说话, 我是大概12年前写下来的。 这个呢, 就是当时还没有什么的AI的一些热门的题目在讨论。 当时我的想法呢, 我觉得也到今天还是对的, 就是我们的社会呢, 是越来越科技成熟了。 但如果我们先不谈AI, 那么科技呢, 已经是进步, 在一个非常快速的在进步了。 它也有很多的累加的, 叠加的一些的效果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那我觉得人们常常觉得非常的迷惑的, 就是因为呢, 有这么高水平的科技的成熟, 但是在社会里面呢, 好像看起来呢, 还是没有很高的科技的水平。 那我们的社会是否真的能够从科技的发展能够受惠呢? 我们要确保人们能够有更好的生活, 他们要知道如何应用这些高科技。 不应该是单单一小撮的人才懂得如何应用这些的科技, 要不然的话呢, 我们就不能够达到更多人受惠这么一个的理想了。 所以我们基金会的一个理念呢, 就是希望能够克服这一个困难, 我们希望世界各个国家都能够准备好他们的人们, 能够知道如何去应用科技, 都能够不会成为科技的文盲。 三十年前,当我们到学校, 我们有一个工作, 然后我们都会期望我们的事业呢, 都是能够一生人都就是做这个工作的, 我们毕业进社会之后。 但是现在呢,时间更短了, 我们可能做一个工作, 只是期望一两年的时间可能又要转工了。 所以呢,我们的社会在改变得很快, 那么我们教育有没有跟上来呢? 好,这也是总结了非常好我们刚才所说的一切。 我感到非常的兴奋, 就是看看投资在AI的公司能够如何帮助我们, 能够在很短的时间让更多人富起来, 但同时呢, 也是能够让更大的民众能够受惠, 能够让生活, 人们的生活更好, 而且能够更长远的, 可以对于整个人类的社区能够有更好的生活。 好了,我们就在这儿结束, 谢谢各位嘉宾。